每天吃一瓜蜂劈结巴巴巴 自从唐一新参加这档恋宗录制后 确实每次节目的宣传都少不了他和张若云的恩爱营销 点进话题网友大部分在评论 真福奇好科 不信你们会塌房这类话 还有说这是在给单身人士喂狗粮 不过也有不看好的 说他俩没作品只能搞秀恩爱这套 还有直接dis秀恩爱死得快的 可能是对过往渔圈的他房情况见了太多 以至于对渔圈晒出来的夫妻关系都不太看好 关于这对风批姐之前也写过 虽然他俩过去各自都有点小故事 且也不算多善男性女的类型 但感情倒是挺真的 特别是在男方遇到女方之后就没做什么出格的事 因为有男方女方也有在好好对待生活 未来没法而预料 但要说现阶段他俩还是很甜的 甜到不少同行女星都羡慕了 所以人家秀恩爱也算是有秀的资本 这种总比台前台后两副面孔 的夫妻一人秀恩爱要好吧 张若云现在也不介意和唐一新捆绑营销了 他这两年有点高开低走的架势 作品播出的反响都没有预期好 现在就指望庆余年二来扬眉吐气一番了 反而是唐一新那边热度更高一些 他们夫妻俩现在也是共同团队了 不管是配合哪一方搞夫妻 捆绑的营销通稿都很方便 谢谢大家